卷之比六成七成那個 嘎不太上去的 嘎空股最成熟的就是 嗨,歡迎回來鼎泰豐 台股,我是千涵 我是屈鼎泰 台股這波短線反彈已經700點囉 到底還會不會持續呢? 接下來還有上車機會嗎? 還是該先獲利了結出場 南韓股市的位置在我們14300點 漲這個700點算什麼? 你注意聽喔 業內主力盤 業內加主力加中期反彈 不會太快結束 趕快把握上車 沒錯,那在進入九宮格解析之前 我們會玩個小遊戲 我跟老師會用九宮格進行連線PK 九宮格內還有節目組整理的 三個熱門族群 與最近有機會的六檔個股 透過猜歌小遊戲來搶答 總共5G如果沒輸沒贏的遊戲提前結束 如果主持人連線成功 則下週超新興將直接公布 好,觀眾朋友 你要跟我們一起來猜歌 要跟我們按讚 我們會越做越好 其實我們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節目 你看看 股市沒有那麼嚴肅嘛 大家還在討論美國什麼其中選舉 誰理他 業內主力盤 賭的就是你美國股市不再破底 所以你要快快樂樂的看我們節目 記得看曲領泰老師的叫做 台股新攻略 不要忘了一定要按讚 如果你有什麼特殊想法就順便跟我們留言 是,那我們話不多說 第一局音樂請下 老師你怎麼把我們的卡變成這個樣子 這可以 被蹂躏了 好,老師選了第一桶 好,同志們我跟你講 剛才講過業內主力盤 我先跟大家講 主力就像這一種的 哪一種 第一桶 榮券在嘎空的 那業內呢 你要記得我們國內 現在要拉動這個多頭盤的業內 有兩個重要股票 一個叫海運股 海運三雄跟宅板三雄 今天都有在鬥了 所以這禮拜他們會很紅 因為兩個要一起併才叫做業內主力盤 主力盤就是像這個第一桶 8033的那個叫做雷虎那一類的 但是至少第一桶它是有業績的 第一桶有不錯的業績 第二個呢 銅價最近在拉 銅價庫存大減 你要注意喔 銅叫做工業之母 建資比高達50% 是傳產的標準的軋空股 也就是說 這一次的業內主力盤的軋空股 是大家一起來 不是只有電子 投資朋友你操作上可以沿著五日移動筆筋線操作 好那我們第二首歌音樂請下 就像現在心目中 紅色的蜻蜻 小虎對的 啊這個一定要給你按讚 因為那是我的年代啊 所以我選板卡股 最近他去化庫存後 股價可不可以持續攻堅 現在還有介入的機會嗎? 我們必須跟大家講實話 板卡股你不要繞在那邊繞不出去 比特幣才是板卡股的重點 前兩天這個板卡股漲上來 是因為黃仁勳 這個輝達的老總來 CEO 來對不對 再加上比特幣上來 這一兩天比特幣跌破兩萬了 我倒是覺得說這種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好的特色就是說 至少他們卷值比高 投資朋友我覺得這段時間稍微冷靜一下 你如果有的話就王高先出一點 如果你還想進場 我認為還是可以有機會 你就盯著比特幣看 只要比特幣重回兩岸 他就是可以介入 好 那我們第三首歌音樂請下 太好了 今天看起來就是我連線了 心不良 好 我選金星 你要選金星 那我就快要輸 我快要贏了 金星怎麼看 好 其實我們從現在來看的話 不要忘了一個叫做 集團股的年底作帳 對 金星是在華新集團裡面最特殊的 一個叫電池概念股 投資朋友你現在電池概念股 不要看特斯拉了 天天在大跌 沒有搞頭了 因為你業內主力盤不理他 業內主力盤現在賭的 就是美國股市不會破低啦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就好了 所以呢 金星啊 前三季獲利還成長超過兩倍 兩倍喔 兩倍喔 而且他跟寧德時代有很大連動性 最近寧德時代 剛好在底部一路慢慢彈升上來 今天股價還創波段新高 這檔股票基本面也好 跟進的題材也棒 我認為這一兩天 剛有Live的時候 請你不要錯過 好 那我們第四首歌 音樂請下 這個我也知道啊 為什麼留下 這個結局讓我承受 最愛你的人是我 我按了 我先按了 然後不是你那麼大力 好痛啊 嗯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連線了耶 我選電線電纜 嗯 老師剛剛你有提到同大漲囉 那我就想問一下 電線電纜股是不是也會有機會 其實電線電纜股都跟 其實那個龍頭肌1605的滑心啊 所以這一類股票的話 我認為其實我覺得 16的族群是大家可以留意的標的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们钟情于1605的华欣 因为它比较好做 来投资朋友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再复习一次 原油涨 涅价涨 印尼亚加达股市长 你就可以做它 你看你有依据好做 其他都不好做 你记得我跟大家讲的 这些股票我觉得它还有机会 如果你有这个持股的话 你可以报相关的电线电缆股 但是不要太着 着于那个焦点里面的个股的话 我说只有华欣 那还是以做电子股 我认为这一包电子股反弹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业内主力盘的明显在电子股 好 由于我连线成功了 今天又可以公布下周超新星 到底下周超新星是谁呢 第一个你要注意 这个叫业内主力盘 业内是以海印股跟载板为主 那这个主力股的话就多得很了 那这些都有嘎空的色彩 嘎空的色彩 所以我们帮大家干脆找一个真的嘎空的股票 千涵你注意到最近有没有看到航空的股在涨 有耶 对啊 这个就是国际旅游的 那今年事实上这个在消费旅游大解封之后 这一档股票是国内有名的所谓做游艇的 那全世界排名前五大哦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档公司赚很多钱的哦 那当然8月份稍微衰退 稍微衰退一点哦 9月份就急起直追了 我觉得这档股票我要跟大家讲 他正在嘎空 大家要记得嘎空股 你现在看嘎空股票那个已经 卷支比6成7成那个嘎不太上去了 嘎空股最成熟的就是融资使用力要2成 哦 融券呢要从30几%慢慢嘎慢慢嘎 我认为这档股票已经成型了 所以这一档就是东哥游艇 好 大家都知道了吗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要马上加入老师Lighter跟Tele管哦 鼎台风台股 我们下周见 拜拜